活着随心的活着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,是因为不得不来,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,是因为不得不走。 这中间的过程就随心的活着吧。 不易我们要好好活着一辈子过得不易,酸甜苦辣,悲欢离合,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,在有生之年,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与其取悦别,不如快乐自己,能把困苦的生活,活出失意,把薄情的世界活出深情,这才是本事。 宽容幸福之族快乐活法不一样,结果也不一样,如果生活以金钱为中心,你会很苦,如果生活以儿女为中心,你会很累,如果生活以爱情为中心,你会很伤, 如果生活以宽容为中心,你会很幸福,如果生活以知足为中心,你会很快乐,如果生活以感恩为中心,你会很善良。 自己路要自己走有些事想开了,你就会明白,在这个世界上,你就是你。 你痛,痛你自己,你累,累你自己。 记住,有些你可以期待,但不能依赖,天上下与地上滑,自己滑倒自己爬。 每个的路都得自己走,累不累,只有自己知道,每个的累都得自己擦,任何也无法代替你自己。 放手别赖着曾经不放别缠着往事不肯走,别赖着曾经不放手。 当一个忽略你时,不要伤心,每个都有自己的生活,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。 你必须明白,要走得留不住,装睡得叫不醒。 声不完满才叫声每个,都在争取一个完满的声。 然而,世界上没有绝对完满的东西。 太阳一到中间,马上就会天息,越圆,马上就会越亏。 所以,有缺憾才是恒久,不完满才叫声。 其实,最好的境界就是,花未开拳,越未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